威卷的黑发,有黑的皮肤,一股印度熏香,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这是印度龟桥马润能给人的第一印象 今年68岁的马润能,周围人习惯称呼他为拉姆 近日,记者来到拉姆的美食小店,了解他与美食结缘的故事 拉姆的父亲是广东顺德人,母亲是印度人 拉姆的父母曾在印度经营一家粤菜餐馆,他继承了父母的好厨艺 我妈妈是印度人,父亲是中国人 我老爸40年代吧,就到了印度,开了一个中国餐馆,生意很好 1963年6月,拉姆随父母回到中国,被安置到广西来宾华侨农场工作生活 从1960年至1978年间,来宾华侨农场先后安置了印尼、印度、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龟南桥共5316人 开荒、修水利、种水道,拉姆与其他龟桥同胞一起参与农场早期建设,改造了100多亩水田 20世纪初,来宾华侨农场经营面临困难 为了维持生计,2005年,拉姆在农场附近开了一家印度风味餐馆 结合从小学会的手艺,自创出一系列富有印度特色的菜品 然而,印度风味菜品一开始却难被当地人接受 但拉姆没有放弃 慢慢地,店里的招牌菜咖喱鸡和咖喱牛排被越来越多顾客所喜爱 拉姆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口味纯正,重要的香料需要专门从香港的印度超市采购 我从母亲那边学会了这个,12种配料怎么配 有些在这里买得到,这个四种这里买不到 主要的是,包括奶茶里面的,这里都买不到 我各个姐姐全部在香港 在香港就有一个很大的超市嘛,里面什么都有 一没有了,我就打电话给他,寄过来 如今,拉姆的美食小店已是声名远扬,顾客迎门 他本人也因独特的外貌、手艺及乐观的精神成了一名网红 许多外地客人通过网络得知 在来宾华侨农场,有一个长得像印度人的中国人开了一家印度餐馆 纷纷慕名前来品尝 客人来到拉姆的美食店 在满足了所有的味蕾需求之后 再看拉姆跳上一曲印度舞 会有一种身在抑郁的穿越感 拉姆爱唱印度歌曲 但更爱唱歌曲《我的中国心》 扎吸引你的血,澎湃着中华的身影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很多人问我,怎么你是中国人? 不相信我就跟他们讲,我百分之百是中国人 虽然我长得不像,可是我非常爱国 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中国 我非常希望我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历经十多年的经营 拉姆的美食店生意在不断扩大的同时 也见证了家园的变迁 2010年,来宾华侨农场实施体制融入地方 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改革 让农场变成了现代新城 龟桥都住进了十几层楼高的安置小区 12年前,拉姆的儿子马俊鹏从绩效毕业后 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餐馆的主要经营者 毕业出来以后,在外面工作了几年 然后就想回来,有了一门手艺自己创业 后来就跟我爸我妈一起就开了这家 然后开了十多年,就一直到现在 归国近六十年,马润能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 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说来宾当地的状话 他性格开朗,热爱与人交流 两代人经营的拉姆十里乡印度风味餐馆 也成了当地的一道特色风景线